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来是陈教授提出来的 可是我说您这中文系主任 我先给你请教一个问题 我现在在我身上出现一个挺恐怖的现象 好像咱们这个节目谈过 今天用这个玩意儿产生了一个什么问题 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 说现在提笔忘字的现象很多 自从我们聊过这个事情之后 这段时间以来 我就发现我怎么提笔忘字的现象 我觉得很恐怖 有时候很着急 在这个哪 写不出来 写不出来在银行 或者在哪给人家写个字 怎么这个字就不会写 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很多人现在都出现了 冒充很有文化的很多人 因为用这个东西太多了以后 字就不会写了 你忘记字怎么写了 这你觉得可怕吗 其实那个我们把所有的记忆都给了电脑或者是手机 以后人的记忆力其实是在迅速的衰退 可以这么说 那个其实是锻炼出来的 记忆是必须培养必须使用才有可能存在的 你说提笔万字的话 今天幸亏你不当领导 当领导的话 你又不断提词 是很危险的事情 是是是 你写错别字的 你会发现有领导是写错别字的 你还没当领导 不知道领导怎么贴 已经人家已经准备好了 怎么贴了 是是 对对对 是半领导忘了 对对对 尴尬在那 对 太小看领导了 那个像学校里面会有 我们现在的学生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考试给不给带电脑 是一个问题 能不能用电脑来操作 我们现在是规定考试 有考试给带电脑的 你要是开卷呢 准上网吗 对啊 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会有几种 第一种 你自己写可以上网 到时候就 我们只是检查你有没有抄袭 第二种 你在现场 你可以带各种各样的书籍 但是不要上网去检索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很多人养成了一个 完全没有记忆能力 基本上靠检索来 记忆那个知识 那第三种的话 就我所得的一个问题 它你可以看书 但是你写 你就出现你这个问题 卷子拿起来以后 缺骨膊扫腿的 已经很难完整的 把自己的一段思考 用没有错别字的形式 把它写下来 这个过去咱们还曾经说过 我记得有人说 说今天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年代 人用不着用这个傻功夫 去死机硬背干什么 我要知道一个什么某个人的生日 我啪一下就出来了 而且这个我 但是我觉得我们看的东西 在塑造咱们的大脑 你比方说有一本书叫 娱乐至死 他就是讲当年在这个书的时代 阅读时代 你这个人大脑是一个样子 后来到了电视 他实际上是批判我们电视的 就看电视了以后 你的大脑又是一个样子 但是现在用这个玩意儿以后 我就觉得他们说是这个韩国 比咱们更早进入数码时代 结果韩国的这个大脑脑科医生 就发现青少年出现了 甚至有些成了病 就出来看病 出现严重的丢三落四现象 就是说这个青少年的记忆力退化 然后人家就讲 说这个取不离口 全部离手 人大脑连记忆力都要经常用 你经常不用 什么都存在这个盘上 存在手机上之后 大脑退化了 这怎么办呢 断练 我这个我现在有一个好处 我倒不提笔忘字 因为我天天写字 我每年这么厚一落手稿 文字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 非常重要 就是他书写能力 书写能力 我估计现在练书法的人 还能够写点字 这个不练像我儿子那辈的 基本上以电脑为生的 我估计写字都是问题了 反正你像前两天 这个陈丹青来 我从他那得到一个信息 就感觉这将来这个手绘的绘画 什么素描 这玩意就死了 甚至过去有人说过 这电影也是西洋工业了 然后到今天 这个教授提出来一个问题 说这个书籍要死吗 是要死了吗 会死 一定会死 一定 载体变了 那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今天戴这本《别想摆脱书》 对我们给展示展示 他这个我们看的 那个两个法国学生 他们写的 意大利那个什么 《别想摆脱书》 对对对 艾口和那个卡利亚尔 他们写的《别想摆脱书》 他们的第一章就是说 书永远不死 因为这两个人 他本身带有收藏癖 他对古旧书籍特别的有兴趣 所以他们坚信 虽然电子时代到了以后 大部分人读电子图书 但是他认为 纸质的书永远不死 但是我说的是 问题是 纸质的书不死 它是进博物馆 还是在书桌上 是有区别的 对 书永远不死 我相信是这样的 但是纸质的书 它将来 如果只是偶尔才翻阅 然后大部分时间 你用的是电子 比如说电子图书 那样的话 那么书籍还能不能沉传下去 比如说读图书的 那个习惯会不会改变 肯定会改变 不用说现在人已经改变了 然后这个改变能不能阻挡 问题在这 比如说我说的是 当年朱熹 大概900年前 当宋代书籍大量的印刷以后 他就发现一个问题 专门强调 那个时候的人 他特别感慨 读了好像没读 没读了好像读了 什么意思啊 就是因为书籍有了以后 我们不太记忆了 以前在首操本的时代 传操的时候 我们特别强调你自己的博文强记 对 所以朱熹的时候已经感慨这个问题 就书多了 印书多了 家中的长书多了以后 你其实记忆力已经在衰退 那朱熹没活到今天 然后到了一百九百年后 他觉得 所以这是一个 我说的意思是说 技术手段变了 他会生活习惯 业度行器也会改变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当然过去说 大英百科全书 对对 一个一个一个 放在执掌之间 对吧 随时可以查 可是现在问题在于 我老觉得人的大脑 如果没有知识武装的话 就是是不是你大脑里 总得储存点东西 要不然你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个绝对的问题 就是你脑子里储存的东西越少 你的创造力就肯定是越弱 这是肯定的 如果我们完全去依赖电脑 那么电脑目前的电脑 我们先说目前的电脑 它本身是没有创造能力的 将来的电脑 一定会有创作能力 它要有创作能力的话 那我们就彻底歇了 那编剧们 就什么写什么电影的 写电视剧的 你肯定写不过电脑 可是到那个时候 你这个人的思想感情 会出现什么变化 就很有意思了 就好比说 就说将来说电脑 都能帮人写日记 人的感情就会变得 没那么丰富 我给你讲个例子 就是我们今天的人 对爱情的感受 跟上一代人是不一样的 绝对不一样 上一代人比今天的人强烈 今天的人没事 很多人就失恋 说失恋 你说我就难过了一杯咖啡的时间 就喝杯咖啡就想通了 那过去的人会想一辈子 过去的人 你文学著作里大量的描写 就这人失恋以后 多少年还要想着很多 包括细节 他这些感受会丢失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丢失 有很多 比如这个给你带来的便捷 是你有一个情绪 就丢失了 叫思念 今天的人不怎么思念 因为方便 方便 这人隔了多远 文涛在哪 在香港 什么时候回来 交通也便利 过去俩人一分手 多少年也没音信 突然见着说 你是斗文涛 说咱们多少年前 怎么着 什么这种感觉 今天全没有 对而且你说 现在这个东西 他今天我还看到 有人分析 就说现在的科技 电脑 已经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可以记录 每一个个人的历史 这在古人不可想象 古人你看史记 就不过就是帝王家的家史 现在每个个人 孩子 小孩 拍录像 多少万张照片 可是现在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你把这些记忆 你看我都拍 我存1.5G的这个照片 我不知道多少万张照片 可是从来我不会去看了 找不着了 你要想看的时候就能看见 将来有一天 你根本就像今天的书很容易 书到用时换很多 找不到 你找到了根本没办法判断 以前我们做历史研究 将来这个问题很严重 历史研究的话 我们在那么多碎片拼接出一个历史图景 大量的想象力进来才能禁止 因为中间的很多环境没有的 资料是缺失的 而今天的最大问题是 什么东西都保存下来了 当我们把所有的细节 有用的没用的 所有的东西都保存下来以后 不要说多的 一个人当你晚年回首的时候 当亲一遍 对 你就亲不过来了 还有做一个历史研究 没事 我来大量的海量的数据的时候 我们如何做研究 那个时候的 我说的思考的判断的 审美的那个能力才会 我的感觉是 就是说这个 我储存的东西太多了 海量以后 这个真是当他说的 到了晚年 这个回首往事的时候 发现我还需要再一辈子的时间 才能把它都整理出来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可以这样逛 也可以这样逛 你可以买这个 也可以买这个 云商苏宁 融合线上线下 创新购物体验 云苏宁 购物界 叫藏城呀 经典将相 喜酒 叫藏 1988 咱们把这个陈老师 带来的书瓶至少都看看 你看这是印刷书的 这个诞生 这个呢 这是这个 阅读史叫做 阅读史 加拿大的一个人写的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 钱存逊 书于主博 就当年 记载的工具 这个是中国印刷史 我还有两本 我带来的书 我觉得就 我干这种书死不了 当然呢 一般人也买不起 它比较贵 但是它比较少 你像这个 你电脑代替不了 你看这个 中国的 中国的法 这书电脑代替不了 这书电脑太能代替了 日本人印的 如果你这张块是真的 那电脑代替不了 不是 我这种观看方式 这种观看方式 对吧 你在电脑屏幕上 你不能像我这么观看 而且它就 你像这个呢 就是属于老的书了 就是上世纪 我六七十年代 出来的书 你找不到 但是它记载着一些 你感兴趣的 但是这种 好像就越来越流于 这个小少数人 你的个人兴趣了 书作为一种 对纸的书 作为一种 对大众影响 曾经那么大的一种东西 是不是就要死 对 迅速被替代掉 迅速 这么说 很多人都断定 尤其是科技的专家 都断定 纸本书会很快死去 我是不同意的 因为我觉得读书 读线装书一个感觉 读评装书一个感觉 读平板电脑一个感觉 读手机又是一个感觉 对 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受这个物质形态的影响 阅读习惯是受这个物质形态的影响 我个人感觉是同意的 我读过这个电子书 从来没读下去过 很奇怪 就是我在手机上 在iPad上都读过 我没法读几百页 你明白吗 就是我不知道是眼睛泪 还是什么眼睛 那是你的习惯 习惯是吗 有一种状态是 马维多位说的也对 我们自带人是从纸本书长大的 我们多少长留了比较多的 对纸本书的迷恋 对 所以年轻一辈 比如今天的 我们假定是过两代人 他们从小进来的时候 就是电子书的话 他们对纸本书的感情 不会像我们那么深 但我想说的是 其实阅读的 对着屏幕阅读和对着书籍阅读 当然你可以说将来的书籍 电子书会可以卷起来 可以躺下来看 它的整个质感 完全跟这种书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是阅读书 比如纸本书的时候的那种 迁程会没有了 那种认真 那种慢速度的翻阅的状态没有 所有读电子书的人都有一个习惯 很快 而且是浏览 不是阅读 大部分人是浏览 就是翻得很快 很容易过去 这个有个问题 真的是重塑大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脑 最近你知道他们有一个调查吗 评选十大最读不下去的书 《红楼梦牌》第一名 就叫死活读不进去 甚至还有人说什么追忆似水年华 说那是给判十年有期徒刑的人 给刘士军看的书 就是完全今天的这个读者 你看他的反应是 就是为什么读不进 《红楼梦》死活读不进去呢 人物太多了 这么多的名字 线索太多了 所以读不进去 你看你觉得是不是他的大脑改变 他是今天的文艺形势都变得比较单一 你比如我们看最新的一些电影 他都非常的单一 让我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去看 就觉得毫无意思 但是他们觉得这个好看 为什么呢 简单不需要思考 我们过去读书的一个很 一个前置是要思考 你为什么要读书 不是寻求一个简单的乐趣 要思考 要学会很多东西 那么从纸梅这种书呢 对我们这一代人 他是不可能消亡的 我们说的很快是相对异的 我认为五十年 五十年的时间 纸梅书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 一个极为小众的事 时间概念都是邓小平的时间概念 对对对 就是说要走一代人 就是如果今天化界的话 三十岁以下的人养成 读纸梅书的习惯的可能性是 微乎其微的 在人口的比例中 我估计不到百分之一 但是三岁以上的 或者五十岁以上的人 那么因为五十岁以上的人 还能活五十年 那你得想象我们的科技上 人都活到一百岁嘛 所以这个段时间纸梅书还是有生命力 对应的生命力 但是总的问题是 不是我们说今天的那个图书的 那个五十年会不会消亡的问题 而是说整个的接受知识的方式在变化 将来你可以说电子图书做成什么样子 今天的书籍做成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讨论 就是不是会有一天会完全的消失 比如说进博物馆 只有比如说中文系的教授 你才有兴趣来读这个东西 或中文系的研究才会读 但这个读书的状态 我说的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阅读 这是我们要讨论的 技术性的变化 尤其是越是媒体 它越容易吵这个问题 包括你刚才说的 我很不高兴这个调查 说十本读不进去 因为现在的媒体这样 你说的越极端 越是有人传播 那个论述到底有多少人接受 比如说十本 史活读不下去的书 当然我可以任何时代 他们没调查北大中文系 调查北京都不是这结局 不是 因为为什么这样说的 因为现在的所有的论述 经常我们都知道媒体 媒体你告诉他 说的说 假如这个书 比如有一年 媒体爆出来说 有老板说 北大清华不要 那大家都很兴奋 就招生的招收员工的时候 可能他确实不要 他没必要 但是你不能因此说明说 北大清华的学生不行 就是我们现在都特别希望 用一个特别决断的判断句 划众取宠 故作惊人之语 这就是我的本行 但是确实有这个问题 就是文学书读的人越来越少 那是整个知识的传播 确实是各种专业的事越来越多 这是对这个北大中文系不公 没关系 就是中文系的学生的地位 越来越低 我们我当出版社编辑的时候 北大中文系的学生都牛的不行的 现在你要说我是北大中文系 我胖的管 说起来都秀秀答答的说 这个跟原来指高气昂的说 是不一样的 这社会决定的 这社会整体决定的 因为文学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 占的比重非常的低 过去的比重非常高啊 今天所说的 你说的那个中文系学生出来 秀秀答答 我不太相信 当然你可以说 现在因为有钱的人 指高气昂 有权的人也指高气昂 所以相对来说 年轻学生们找工作什么 但是因为两三年前 三年前是北大中文系 一百周年的细庆 我在里面说了一句话 我说人文学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 而且我说了一个词 我说按照我的看法 文学 宗教 直学 历史 这些人文学 现在大体上是触底反弹了 我看过它最困难的时候 而且这个判断不仅是中文系 北大中文系 北大中文系有点特殊性 但是我因为有一个小圈子 全国各重点大学的中文系主任 有每年集会一次 我说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我太乐观了 他们都说不会的 今天明显看得出 我们的招生质量在上升 我们的学生明显比几年前又好得多 就业也是这个样子 大家认为中文系的学生就业很困难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想象 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热门的专业 也不可能将来有一天 全国人民都在读你的文学作品 或者是关于文学的热热书 不可能再这样 但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无难 这是我想象的 今天来北大中文系开了会 派他来 将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世界当观点与观点交锋时 谁能早一步 识破不同思路的脉络走向 对战焦点 评判立场深度 理清思路 展开机变 追击热点 探测时局温度 你来我往间 建构一个立场 态度 论点的无障碍空间 解析重点 较量辩证力度 时事辩诺会 今天凤王卫视中安排 我喜欢笑 这不仅是对自己的犒赏 也是给别人最好的礼物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如极之水 会软酒精 年份软浆 无尽共酒 马先生原来也是文学的 对 我这个目光短浅了 我只看见触底了 然后陈教授看见反弹了 前中文系主任看见反弹了 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 我一直认为文学是在科学之上的 这是我的一贯态度 就是文学可以去解释科学 科学解释文学是非常乏力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文学是社会的不层面的时候 它高于科学 科学是很容易传授的 文学是非常难传授的 所以我认为文学在于科学之上 但不过是它上面还有更高的学问 比如美学哲学 甚至玄学都在于它之上而已 文学就作为一个 比如哲学的工具 美学的工具 它可以更尽意肆意的表达 所以文学就有了一门学问 就是文学性 陈教授我同意 让他说 不是 不能说文学作为直学 或者是美学的工具 那样来论述的话 会有一些偏差 我并没有说 希望大家将来成为文学家 但是文学兴趣 文学修养 是每一个人 让你的生活更美好的 一种途径 你可以完全没有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 完全看不起这些虚的东西 他们又看实在的东西 但是有这个趣味 没这个趣味 是有差别 我并没有说 将来中文系的学生们 将来出来多少人成为作家 我已经说过 上一回说过了 真正成为作家的很少 但是我们在 成为作家的 往往都是厚到文学去补课的 对对对 而且在大学里面 像开课 像我这学期 专门给本科生讲 给其他专业的本科生讲 物理的化学的 只有你感兴趣就来 我觉得在他的各种专业之外 还有保留这个兴趣 这对我们来说 更是重要的人物 这个我同意 因为我就受文学很多好处 对 比如表达 对不对 就文学是一个很容易感染人 感染对方 你可以用文学的 这个这种说法 来解释一个科学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显得非常有能量 或者说这个容易沟通 跟社会沟通 所以我说 我受了文学很多好处 而且文学 它应该是一种修养 就跟音乐一样 美术一样 它是一种修养 有文学修养的人 交往起来 对 他不仅仅修养 很重要的是 它是一个工具 就是你选它的时候 表达这个事情 会变得非常便宜 可以讲的有趣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学 是不是 但是文学跟这个纸书 一定有必然关系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 文明启示录 不能说 你以后把它重新 一定是纸书 所以电子时代的文学 一样 感谢耀 заб讨论 是 bell 辈守 台湾 疯独播選